感謝主願丘姊妹們喜樂 是從臺北市道會私事會所來的丘姊妹 在這邊介證一下我們團體的蒙恩 感謝主團體的蒙恩在於同心合意 這個學期很多的青少年的家長 越過越對青少年有負擔 所以幾個家就買進來陪搭服飾 所以我們的服飾加上陪伴者有12位 那我們的青少年丘姊妹有40位 感謝主在每一個禮拜二的祷告聚會 我們真的是所有的服飾者加上陪伴整室 不斷的釋放我們的靈 在話語中在靈中不斷的相調 也為著當前的行動在那裡祷告 然後之後的釋放交通 我們在那裡一同的來談丘姊妹的 青少年丘姊妹的光景 一一的為了他們屬於光景 他們有同伴 然後所有的服飾者加上陪伴者 也一一的來尋求 在週中對他們有牧羊 有陪晨熙有陪婉熙 那在週中呢 每個陪伴的丘姊妹們都一一的 雙手的在那邊打電話 在週六 金少年丘姊妹呢 小排我們讓他們自己拿起來 對真的是能成為那個中概 然後所有的服飾者加上陪伴者 我們在那邊有生機的去看望 對 也建立佳舉會 感謝主 晚上的我們還有釋放交通 為了隔天的主日 能夠丘姊妹們 能夠在青少年區裡頭 禁合式的功用 在那裡為他們有祷告 有尋求 有時候是分組 有時候是有集中的話語的共鳴 感謝主 為了讓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們 在主日的聚會中 能夠主動的進功用 我們的會後 還有安排分組 能夠顧到每一個組的小羊 對 感謝主 我是市會所的楊家維弟兄 我也是青少年的家長 那我也是這學期來加入到 這個青少年的這個佩達服飾 要很享受這個弟兄姊妹們 這個服飾的勞苦 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 照顧青少年 雖然都不是他們的小孩 但是我們自己的小孩 在他們的照顧下 能夠有這樣的成長 我都覺得非常的感到欣慰 那我特別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 生命的照顧和服飾 我很摸著在我們小組 就是主日聚會後的一個小組的 這個分享 那就看見那個小弟兄 他平常就是聚會都是坐在後面的 然後不是摸摸別人的頭 就是踢踢別人的腳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子的這個分組討論 然後 有就是 跟他的同伴一起帶領他 跟我們一起讀經 然後跟我們一起分享 雖然在過程中他都不講話 但是到最後 我們禱告完了以後 大家就看著他 最後他就 猶豫了兩三分鐘 說 主耶穌 哈哈 哈哈哈哈 雖然我 我沒有 我沒有在那邊 進了很多的話語服飾 都是小弟兄們帶他 但是我很感受到 我那樣的 看見他能夠講 主耶穌 我都覺得說非常的喜樂 雖然我們是他的父親 但是我覺得 這都是神在做的 感謝主 感謝主 主要我們同親心哭求主名的人 竭力追求公義性愛和平 為著要讓孩子們有屬靈的同伴 我們建立兩碗興網 不僅是孩子們彼此之間是同伴 我們服侍者 與家長們也投入這樣子 也成為孩子們的同伴 那我陪的孩子們不僅在晚心上 不僅在主日中 更是在生活中 多多的與他們同在 他們要去吃冰 我們就去吃冰 我們就去玩遊戲 我們就去玩遊戲 我們就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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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要進入孩子們的心場 那孩子們也與我一同生活 當我去穿不衣 去闊門的時候 孩子們也主動跟我說 我也要與你一同去 主日的早上 那我們就一起成心 一同早餐 一同為會所拍椅子 一同操練靈 一同的聚愧 一同竭力追求基督 感謝主 感謝主 不是我們能做什麼 但是主所做的 願主 願我們看見主的心意 叫我們竭力討祂的喜悅 對 弟兄姊妹 福祉者 以及父母們 大家好 我是秦美 是的 陶婷女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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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說我有三個身份 一個我是青少年的家長 第二個 我在學校大專教書 那我教書呢 教了23年 還在大專教書 那我青少年的福祉者呢 我是從我老大 在小六的時候就福祉他 他現在研究所畢業的 現在我的老妖還在這個高三 那另外呢 我還有一個身份 就是 我是父母 是教師 又是福祉者 但是呢 我覺得 這個父母是天生的 必須就是 教書是我的工作 但是呢 最有喜樂 最是我的冠冕呢 就是成為一個 青少年的福祉者 對不對 那我 說一下 我們 在 在新北市 的一些網站 我們 其實我們 我們青北市有個 每個月 有個 這個福祉的交通 這個福祉團 我覺得我們 在這個聖寧的水流的代理之下 不論是 誠信 如今 還有校園小孩 以及四方交通 在福祉上 我們都會推 我們跟著這個聖寧的水流 就如順水 往下流一下 這非常的輕便 而且噴噴 我們只要長好多 就噴了 這個噴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是在 培人上 我們跟著這個水流 來培誠信 其實喔 我在誠信的時候 其實有這個感覺 你不要小看他年輕 有時候我真的 玩起來的時候 我的小羊還會把你 把我這個老羊給叫起來 真的 那時候就警醒了 以後就要 鬧鐘了 提早 提早 20分鐘起來 這真的是 旅主親近 在東北他們 這是何等的幾個 一天就充滿了活力 其實真的是 彼此 要餵養彼此的配搭 然後 這個陰著帳 晚上 以前有時候 因為工作官就會 弄到冷餐店 現在不敢 一定要11點半以前 再怎麼樣12年前 一定要睡覺 為了澄清 我生活也跟著正常 我身體也好起來 好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喔 其實喔 要把孩子帶到腳回頭 實在 我老大我記得 他在國中 讀高中的時候 人家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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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來聚 我說你主日不息 我需要 絕對不能服主日 你小孩一定要參加 看實在好像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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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 弟兄姊妹 可是事實上他受益 很多 他所受的這個 除了話 在道理都不會偏移 現在還讓研究子畢業 真的我見證 雖然他國中 考高中是考的 考大學 考不好 也不是不好 還好有活力 但是呢 真的 到越南 在祝福裡面 就得多祝福 最後 我覺得說 真的是 有一次我聽那個 劉天穆英雄跟我們交通 他說 他用提前 4章 16節他說 他命令我們這些 做父子跟父母 他說 你要謹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訓 要在這事實上 支持自己的人 因為這樣起 不但能救自己 又能救 那聽你的人 有沒有 我分享一下 淡水山公 校園小派的夢 好 再一次我們新北市 一個月的一個交通裡面 被弟兄的一句話 說多種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四十幾個人 站場 他說我們在場的四十幾個人 不是四十幾個人 而我們一個人 還一個人 我們就有四十個人 經常來對我們一起 他們這四十個人 再去營養 他們的同學 我們主的恢復 將會有多少的盼望 那時候我就跟主主說 主啊 我願意奉獻 我要陪一個人 主啊 求婚給我一個陪的對象 那再一次暑假的種子 那有一個小姊妹呢 也在這個成全裡面呢 她奉獻了她的高中生活 她願意在那裡成你校園的小排 那現在主主就把她帶到淡水 我們就成為一個很好的配搭 阿妹 是 那這個一路上我都是陪著的 那我們的這個開始呢 是經歷住這個 雲柱火柱的引導 我們的聚會點呢 從一大堆的那個 蚊子的草叢裡的涼嶺開始 最後呢 再來我們轉到那個 司令台 然後又轉到了那個 普通科的教室的一樓的走廊的 那個角落 那因為天氣的關係 涼的 那個淡水是最冷的嘛 沒有辦法 居不下去了 就離到我家來 感謝主 沖馬花開 我們又到校園去了 可是今年 又是那個寒冬的時候 感謝主 我們就跟主祷告 因為那時候住宿生家進來 最多人數已經有20個人 那我們就跟主祷告 主為我們一個地方 不是教室 乃是一個二樓的一個角落 那是一個非常的 那個有一面牆幫我們可以遮封閉 還可以吸引來的一些同學 那我們在這個聚會的時間是 下課30分鐘 那沒有椅子做 我們都是站著的 可是我們在那裡呢 歡唱詩歌 然後再多兩張兩頁的小信息 披士生活中有了一個分享 然後最後披士帶到 每一次都是歡聚主題 那結束以後 我們就車子開的送 一些姊妹們回去搭那個捷運 然後小姊妹 住姊妹之家都去到我們家來 來念 那我們就關心他們的生活 課業 還有他們家裡的情形 也為他們帶來代導 那弟兄也在功課上 也會輔導他們 他們在生活上有問題 也會請別的丟姊妹輔導 我們在西北市或者在淡水區的每一個區櫃裡 都很感謝地公寺妹都一一的為淡水山東的這個禱告 我真的是經理是神起頭 神的能力 最後是榮耀歸給神 Amen